画面是18K开始 一直上来 上来到 差不多18.2K 全部崩落 通往藤枝森林游乐区的连外道路 完全崩塌 断了好几节 部分博游路面碎裂 也不知滑落到哪里去了 崩塌的路面约两三百公尺长 只见路的那一头 民众站在断裂处 不知如何是好 在景象让人触目惊心 在另外道路7公里处 路面也出现裂痕 现场摆放三角锥提醒游客 最好不要再往前进了 为了公司旅游 骑车前来看景的骑士 也打了退堂股 海拔1500到1800的 藤枝国家森林游乐区 种植蜂木三木及樱花等多种高山植物 是全台阔叶林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 野生动物鸟类昆虫种类丰富 有南台湾小溪头之称 在88丰灾路断后 历经12年的修复 今年5月7号才重新开园 每天限量500人宇约入园 一开放就秒杀 可能是一度风雨12年5月份好不容易开放了 结果碰到大雨 路面出现掏空 出现这样子的大裂痕 民众何时能入园还不知道 超大豪雨狂袭 高雄桃园六归三区 八天来的雨量都超过2000毫米 比高雄年平均雨量还要高 全市111条溪流 发红色警戒超过2000次 这让财富员三个月的热门景点藤芝 再度修缘 要修复恐怕有的等了 TVBS新闻林又璇徐继红高雄报道